所以重機是絕對不能夠停一般 某個停車格 黃牌跟紅牌的那個後面的車牌 都已經是可以停在一般的汽車格當中 並且是可以停一台以上 它也是合乎 規範 對規範 好你等一下念頭 合乎規範 合乎規範 對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香 我是Ted 我是艾爾 好久不見 那今天這一集必須借用艾爾的專頁 我們今天的題目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重型機車在路邊停車的問題 因為現在重型機車越來越多了 我們先把所有停車位的尺寸講完 好啊 你知道一般像Cogoro這種 機車的停車格的尺寸 就馬路上的 馬路上的我從來沒有知道 但我知道南部的停車格比較大 真的嗎 對 南部的汽車停車格比較好聽 台北很難聽 機車的我沒有注意過 一般的機車停車格的尺寸是1公尺寬 然後2公尺長 那樣有到1公尺嗎 你不要以為1公尺很長 1公尺這樣子 你就想你就是1公尺多而已啊 對啦 我也是1公尺多 但是我們也是1公尺多啊 我們都沒有2公尺啊 所以它是1米寬 然後2米長 這個是一般機車 就是50cc 100 150cc或是那種 250cc以下 Sukata的尺寸 標準的機車停車格 你知道你自己的車子 車身尺碼嗎 我的重機的話 軸距是大概140-150左右 那就是兩輪的中心 可是如果再加整個總長的話 是220公分上下 已經超過2米了 所以為什麼說重機不能停一般機車停車格 是因為它一定會凸出來 對 然後凸出來 要嘛是影響用路人的使用空間 要嘛就是影響交通安全 嗯沒錯 所以重機是絕對不能夠停一般 磨合的停車格 啊其實是有重機停車格的 它的尺寸是長2米6寬2米 信義區軍樂飯店對面 那個有 那個公園下面 那個我確定有 就是重機專用的停車場 那個就是真正的重機停車格 對那停起來很舒服 沒有人會扣到你 距離旁邊也很大 而且停起來就也不會擔心 對對對就很放心 就覺得啊 大家都是重機停在一起 沒有人會去擠啊 或是什麼 因為別人也不想要撞到你 問一個問題 欸那2米6是極限了嗎 你們車友裡面有一些 騎那種特大的 全長差不多了啦 除非它就是改裝 2米5就很長了對不對 對對對 有一種是那種 就是它改前叉改超斜 它的前輪 美式的那種噴得很出去的那種 就有可能會超過 哦 可是那種基本上 比較少就是 就是那種 原廠車它就是改裝車 對對對 這樣騎的那種 對對對 很斜然後輪子很長這樣子 所以說為什麼 現在的重機要拿來停 汽車的停車格 那汽車的停車格又是 什麼樣的尺寸呢 跟大家講 一般的標準車位 寬是225到250公分 長啊是550公分 然後這是標準的 那如果是有一些 加大的汽車停車位 就是有那種 長是6米 然後寬是2米5 這種叫加大車位 一般我們買房子 在買的時候 它在車位上價格是 會不太一樣的 可能一個車位就是差 二三十萬到五十幾萬 甚至一百萬 看你在哪邊 但路邊的大部分都是 基本的車位 標準車位 那艾爾你平常在騎重機出來 我們就會看到那個 汽車停車格 你都怎麼停 主要我還是就是停在 汽車停車格 除非那家店門口是那種 重機咖啡廳可以停在它 咖啡廳門口可以一邊坐下來 一邊看到車這是最好 在市區的話 就是停在汽車停車格 那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們不要覺得說 開車過去你會覺得 那邊有個洞 很想要停過去 可是你開到那邊的時候 發現有一台重機 我看過有人就PO上網說 這個摩托車這樣停對嗎 他可能不知道 就是現在的規定 對 黃排跟紅排的 那個後面的車牌 都已經是可以停在 一般的汽車格當中 並且是可以停一台以上 你自己是重機騎士 你停了一台之後 有人跟你停在一起 你也不要覺得說 他幹嘛跟我擠 或是說我這樣怎麼出的去 或是什麼之類 他也是 合乎 規範 對規範 好你來念喔 合乎規範 合乎規範 對 所以說 一個汽車停的殼 可以停一台以上 法規是這樣說的 可是如果是 值著停就不能 那就像我剛剛講 就比如說 你現在停了一台重機 然後 你的前後 前面是汽車 後面是汽車 但是你旁邊這邊 又有一個人跟你停在一起 那你就會覺得 嗯 我怎麼出去 這樣子 所以才會 有些人停車的時候 會這樣子停 斜著停 因為他可以再把鼓出來 如果斜的話 停兩台就一定沒有問題 可是曾經 也有就是比較不專業的警察 因為你可能垂直停 或者是斜著停這樣子 他就開你罰單說 你並非順向停車 現在依照規定 已經可以 不用順向停車 就是你除了是 這樣子停 你也可以是垂直的停 只要你的車位夠長 不會突出來 那可以逆著嗎 還是不能逆向停車 不能嗎 比如說 現在你現在逆向停車 你要出來 你是不是要這樣 整個迴轉一圈 喔喔喔喔 聽懂 聽懂 被禁止的原因就是因為不安全 你開車的時候 你也是要整個 不管是要從屁股出來 或是頭出來 你都是要繞一圈 汽車是一定不行的 汽車一定要是順向停 可是你說摩托是 垂直斜的跟順向都可以停 一樣不能逆向 除了剛剛講的這樣 各種方向停車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規定 我覺得真的法規是蠻亂的 因為我們查資料有查到 距離30公分跟40公分 它所謂的距離是 距離停車格跟距離那個人行道 往內30到40公分 離停車格靠到線沒關係 等於說你的輪胎 如果是停在線 靠在這邊嘛 那你的把手可能就在外面 你懂嗎 所以它才會叫你要往內30公分 或者是40公分 可是又不能超過30公分 好 那如果說你是人行道 然後你停車的時候 你也不能就是太靠近這邊 就有一個那個出血的線一樣的概念 那可以壓到線 不能壓在線上 因為它就是要往內縮 往內縮30到40公分 所以它要這樣子斜的 這樣子 對對對 它可以這樣停 另一個問題 到底你們停得到三台嗎 如果以Revo來說 像因為我們的車子比較不寬 才剛剛就看我們車寬 大概82公分 那一般停車格多大 250乘以550 對啊 550這樣就斜的停 三台一定是550 應該是可以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大的 哈雷鯊魚頭那種 或者是有那種左右的 有裝箱子的 或是Go Win那種 有三箱的 就沒辦法 可是如果它那個一台 再配一台Revo 就可以 還行 或是一台韋式牌 我覺得韋式牌的黃牌也很可憐 韋式牌的尺寸 應該是在一般機車格裡面的吧 對 它大小跟一般機車格 沒什麼兩樣 但是它還是必須得去停汽車的 因為它黃牌的 對 所以這個規範 其實應該要改成車身尺寸 而不是排氣氧啦 對不對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 給政府一個建議 但是只是我覺得現在這樣子 讓我覺得很confused的是 你的汽車一格 停在一格裡面 一個小時收40塊 對 可是我如果停兩台摩托車 我就是變成 一人收20 沒有 就是一人還是一樣收40 一人還是收40 對 所以是政府賺到了 但是我曾經看到一個新聞標題 寫說 心智上路 重機族賺到了 一個停車格可以停兩台 一台以上的重機 我想說賺到的是政府 不是我吧 欸 這樣子不對吧 那應該是 我們去share那個車格啊 對啊 因為我們沒有占到空間啊 沒有使用其他空間嘛 對 反正我也付一樣的錢 為什麼我要兩個擠在一起 我們兩個人 就一人停一格 可是就會有人覺得說 你這樣就浪費空間啊 什麼什麼的 其實我們實際上感受起來 我也不想被撞到 我也不想被卡到 我也不想等一下出不去 然後我也跟你付一樣的錢 為什麼我不能停一格 那種不平衡的心態 這樣是很納悶耶 有點不太爽 對對對 機車主比較可憐這樣子 剛剛我們講都是公共區域的 那再來我們講家裡面的 愛兒現在自己家裡面的重機 你停在哪裡 摩托車的 可以嗎 我們社區裡面的摩托車停車格 是沒有規定誰是誰的 甚至於就是你一個人 有很多台摩托車也沒有關係 那一方面是因為我住在山上 基本上很少人騎車 你這個太例外了 對 這個太例外了 但是 也有我身邊的朋友 摩托車跟汽車 是這種分開的停車場 因為我們摩托車跟汽車停車場 是在一起的 它就是都可以進去的 摩托車停車場 也沒有實名制 沒有哪一格是誰的 外面來的車 停車裡面你們也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對 搞不清楚 對對對 這種比較沒有管制的話 你們覺得它沒差 可是我們今天講的是 就是大部分正常的啦 一般正常的 地下停車場 可能還是按照管委會 可不可以修改是可以的 那可是管委會一開始 最原有的規範 就是一台汽車格 停一台重機 對 然後如果我買停車位 我那停車位只能停 一台汽車或一台重機 像你剛剛說的那種 加大停車格啊 其實它可以一台小車 跟一台重機 是可以放在裡面的 可是這個變成要跟管委會協調就是說 自己的社區要怎麼樣調整 就像你剛剛講的 很好那個例子 尾四排 可不可以停一般的 汽車位 這個也可以協調 因為管委會已經類似 一個社區的自治了 大部分目前 現在我所知道的社區 一格汽車停這殼 它是不會讓你停 兩台重機或上台重機的 比如說一台Smart 或Mini Cooper 然後再加一台重機在後面 如果重機是 橫的停 汽車停這殼一定是夠的 它有250 一般的寬是250 連籠統轉都不用轉 其實都停的下去 所以說 這就變成 每一個社區自己要克服的問題 就依照各管委會去規定 我們今天聊了很多 關於政府的規範 可以拿政府的規範跟管委會講 因為很多管委會 他們一直停留在以前就是 一台重機 就是只能一個 因為以前政府就是一句話 重型機車比照一般轎車規定 所以後來才衍生出很多 什麼可不可以上高架啦 那我如果比照一般汽車 為什麼不能開高速公路 就會有這種很多的 對對對 這種網路上的戰爭文 其實很多 因為搜尋真的很多 而且還有一個想要分享的 就是還蠻多人買了重機 第一個就想要 怎麼辦車要停啊 原本125的摩托車 就停在摩托車的停車格 它去外面租了一個停車格 平常都停它125的摩托車 那它現在就覺得好吧 那我就把我的125 拿來外面風吹日曬 我把我的重機停到 我租的那個停車格裡面去 這樣是不行啦 就不行了 要嘛你如果說不行 我覺得就算了 就是你重機不能停在摩托車格 雖然你租的這個摩托車格 付了錢 而且它是一格 它不是跟大家併在一起那種 不會互相擠到 你可以跟我說不行 我們的摩托車停車格 不能停重機 那我也就算 但是它說 你現在換這台重機要多少錢 它給它停 可是要加錢 對 我停在一樣的格子 一樣的位置 然後一樣沒有影響到大人 它的格子就是單獨一格 可是那個是公有停車場的 還是私人停車場 私人的 就沒辦法啊 你拿它每著 你要不要就不要租 因為公有停車場 應該會有規範可以遵循 但是私人停車場的話 它就是一岩堂 畢竟它就是可以 對 而且它說不定格子 也給你畫比較大 沒有啊 它就是一樣的 我原本摩托車 就是小台子 它就是單獨一格 你那個感覺有點像是說 我只是換了一台車 你給我加錢 假設我原本騎QC 我現在換個雷霆好了 對 也變大啦 那你怎麼沒跟我加錢 關於摩托車 重機的停車 應該還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完善 或是被定義啊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好就算有一部分已經法規確定了 但是它被宣導的非常的薄弱 對 交通部應該發點業配 請來個宣傳一下 對可能只有重機騎士 自己知道說我應該怎麼停 但是一般民眾看到我不知道 可是有時候被檢舉 單子就來了 我還要花時間申訴 可是有一些重機騎士 就覺得沒差我給你錢啊 600塊可以解決小事 對它就不要去申訴 希望透過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有更多朋友 是相關單位的啊 你們可以協助大家解決這個問題 或是加強宣導啦 對對對 加強宣導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其他 也很棒的建議 歡迎底下留言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追蹤我們的IG 那艾兒的頻道跟他的IG在這邊喔 好那請大家多支持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大家再見 掰掰